我想让西关高桥队走出中国 代表咱中国去演出一下 或者慰问演出一下 让更多的国外友人看到中国的飞机文化 这就是我的初心吧 近日在山东济南市中区回名小区的西关高桥队驻地 队长刘海峰向记者介绍他给自己的三年之约 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踩着高桥出国门 说起西关高桥队 很多济南人都听过他的名字 今年春节期间火爆网络的酸蔫白蛇 更是让西关高桥队的名声享誉海内外 西关高桥队酸蔫的扮演者韩逸 因为男扮女爵被网友评价为虎背熊腰又风情万种 表演扭捏又不做作 扮演酸蔫的视频一经发布就受到广大网友喜爱 其实这种成功并不是偶然 韩逸为塑造好角色下了很大的功夫 为了塑造这个人物 他要通过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内部 第二部分就是外部 外部塑造稍微简单一些 我的这个主要的道具就是一个手绢 然后有的时候还会拿一个团扇 因为手绢它这个作用一拿捏起来 就会比较那个显示出这个女人的这样的一个特征 然后内部上面要有一个信念感 所以我在这个上场之前和上场之后 完全是两个状态 一旦进入到这个场上之后 只要有鼓点响起 那所有的一切都先放掉 就是相信信念感 除了酸妮 白蛇扮演者吕冠宇 也是高桥队的小明星 今年17岁的他已有10年高桥表演经验 网友评价他扮演的白蛇 温满大气向大家归秀 10年来他在上学过程中兼职高桥表演 坚持用自己的力量来传承和发扬 非以高桥文化 同时见证着高桥队的变化 就是当时1314年刚来的时候 高桥的包括服装高桥的高度 以及人数 以及表演的质量 跟现在简直就是没法比 因为之前第一次来 大约就是两个舞松 一个条 然后一个情色白色大女人 就没有了 十来个人的队伍 到现在的咱们四五十人 就是看着相当于西关高队一点点的 起来真的很不容易 在队长刘海峰看来 明星队员可以带动西关高桥队的热度 更能带动非以高桥文化的热度 但是随着热度而来的 也有不少压力 西关高桥队吧 因为有他们而精彩 不是说有没有我的事 只不过是我教给了他们如何去做 所谓的压力大 是想让他有一天能走得更远 任重而道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